南天白云 多顾喧天 宰歌宰舞 喜气洋洋 为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6周年 2015年9月26号上午 安省列治文山市市政府率先升起中国国旗 一百多位华人社团代表和市民到场 东乡盛举 升起仪式由万锦嘉华联会主席 吴建中医生主持 列治市长巴罗 中国驻多伦多总领事薛斌致辞 66年来中国发展得非常迅速 经济发展政治稳定 人民生活不断提高 同时中加关系也取得了巨大的进步 今年是中加建交45周年 45年来中加两国在政治经贸科技文化 人员交流方面发展都非常快 更可喜的是我们看到了华人华侨在这个地方的地位的不断提高 这是跟国家的实力是有巨大关系的 今天参加这个升起仪式我感到非常激动 正如你刚才说的 这是我到任以后第一次参加我们华人华侨和当地政府组织的升起仪式 意义非常重大 充分显示了当地华人华侨身在海外新系祖国 也充分显示了当地地方政府对发展与中国关系的那种热情 我祝愿伟大的祖国繁荣富富强 祝各位来宾身体健康 节日快乐 我们今天还有一帮我们荀山的旗鹰都特别好 高兴能够参加这个 因为有这个机会不是仅仅这样 代表我们的怀旧 我们在中国的 我们中国的梦带到来加拿大这里 在这里和市政府和这里的市民能够融合一起 以及认为我们华人在这个贡献 以及华人都是在这个主流一部分的 所以在市政厅我们有这个旗还有这个市议员和我们的省的部长 特别地赶过来和我们一起在这里慶祝这个节日的 还有当然我们的中秋节日来临了 我们祝各位中秋愉快和叫花好月圆 安省创新及研究厅厅长莫伟利 中国驻多伦多副总领事张传斌和徐伟 列治文山市市议员陈志辉和廖里辉等人也出席了这一活动 我希望我们来到这次庆幸福的庆幸福的庆幸福 我希望我们来到这次庆幸福的庆幸福 尤其是主要的庆幸福 在这个庆幸福 每一位的中国人 特别是在这个场面 我们的金文山跟卡北山的邪家张 20多年前也有个友好的关系 所以这方面也是随着中加了 其实今年刚刚好是近郊四十五周年 所以也是今年2015是中加特别文化的交流年 所以我们在这里 我们的金文山就是文化 商务都是做得蛮好 同时人家也说我们的金文山就是最好的秘拉的城市 这方面我很高兴 西中领事还有两个副总 还有领馆很多人 还有我们很多人都来了 我在国外也经常都注意咱们中国的动向 现在作为一个中国人 我觉得在国外 我们真是为我们祖国骄傲 知道我们有这么大的一个强大的祖国 这个华人在国外啊 参加这个升级仪式心情就是不一样 跟在国内是不一样的 就越发觉得我们祖国强大吧 我们在国外的华人呢 也都非常的荣幸 非常的自豪 这是加拿大网络电视记者发辞活动现场的报道 unächst下期见 再次本评论 加拿大网络电视记者发辞活动 我们下期见 加拿大网络电视记者发辞活动 结束 感谢观看